大家好,我是Patricia 看看现在夏天来了,大家都说没有胃口 那我现在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非常好吃的凉拌菜 就是盐菊手丝鸡 那我多加了一些黄瓜丝啊,这样呢就更开胃啊 所以这道菜呢酸酸甜甜,非常的爽口 肯定都有胃口 好吧,感兴趣的朋友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用了一条去骨去皮的鸡腿啊 鸡腿肉啊,纯鸡腿肉 然后呢,我用盐菊鸡粉 好,现在把这个鸡蘸干了水分以后呢 开一包这个粉啊 这个粉呢,一般的这个 差不多两磅的鸡才用一包啊 所以我们今天这鸡量很少 所以不要用太多啊 太多的会很咸的的 倒个半包左右吧 差不多了 就让它这个鸡都沾到了这个粉 给它翻过来 看看 平时我一般都是做两条鸡腿的啊 今天我们就做一条 因为我要加些配菜 不是纯吃这个鸡肉 好,这个盐菊鸡粉抹匀了以后呢 我们是给它倒一点 我用的是橄榄油啊 给它封住啊 再给它按摩一下 把这个油呢,充分的跟这个 还有这个粉呢,充分的把这个 把这个鸡肉吸收进去啊 好,就这样我们把它腌制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左右就够了啊 好了,我们这个鸡呢腌了差不多有 快半个小时了啊 然后呢,做一锅水 准备把它蒸一下啊 水开了再入锅 准备一点这个盐菊鸡这个凉拌的这个配料啊 先炸一点花生米 因为这个要,花生米必须要晾凉 也不用特多油啊 就一点凉 油啊,不用太多 然后呢,凉油的时候就放进去 好,现在我们就是用那个小火来 慢火来炸这个花生米啊 一定要凉油进锅 好,这个花生米就这样 你看小火它慢慢油温就上来了啊 现在这个水已经烧开了啊 水开了以后放进这个鸡肉呢 蒸二十分钟 好了,看看我们的花生米啊 就小火慢慢的 你看炸制都变成 发红色了啊 就比较颜色已经上来了 行了,就熟了 不能再炒了 再炸的话 等你看到那个颜色合适的时候 它就已经深了啊 行了 好 最好呢,再炒一点这个白芝麻哈 就把它就这样烤熟就行 你看小火 慢慢烤成这个 你看颜色啊 变黄了 这芝麻就熟了 可以关火了 倒到一边 晾凉备用啊 看我们这个花生米颜色非常的棒啊 如果再多一会儿啊 它就会 就有点 该会糊味了啊 这样我们把它 白芝麻和这个花生米蒸好 我们把它晾凉 晾凉了以后 它才更脆啊 这个花生米 好,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这个 跟鸡一块儿拌的这个配菜啊 我准备了三根小黄瓜 一个柠檬 还有一些香菜 我用盐水呢 都给它们泡了 好了,我们要准备拌料了 现在呢,先切好香菜 然后呢,再切几半这个柠檬放进去 切成什么样都行 切成片,切成角都可以 切成这种 一角一角的拌进去 就提个柠檬的香味 那我割了半个啊 怕太酸了 然后黄瓜呢,就给它切成 黄丝就行了啊 不用特细啊 这样才好吃 就这样 切成 就用黄瓜丝 好了,黄瓜呢也都切好了 我们放的黄瓜呢比较多啊 因为想吃 夏天想吃凉的啊 所以鸡肉今天我故意弄了一条腿 就是为了多吃黄瓜 好,我们现在就等着那个鸡啊 还没好 好了,20分钟到了啊 我们可以开锅 哇,整好了啊 看看,怕出来不少汤哦 如果是有带皮的就更好 看好了,我们把这个鸡呢拿出来晾凉啊 然后这个鸡汤留着啊 一会儿拌的时候还要用到 这个鸡呢,已经晾凉了啊 其实不用特凉啊 温,手温的不烫手就行了 就可以撕了 我们这个鸡呢就把它撕成 撕状也行,块状也都没关系啊 就顺着它这肉 把里面的筋头八脑的 这皮我都不要吃了 还有没去干净的那些皮啊 都给它撕掉了 就可以了 现在呢,这个鸡已经都撕好了啊 我们继续这个拌料啊 把这个料里面再加上一些葱丝 还有蒜末 看看我们那条料啊 多厉害 然后呢,倒上我们这个花生米 看你要放多少,干脆,都进去算了 然后再还有我们的秘密武器 就是我们新鲜摘的枸杞啊 多漂亮 然后呢,倒上生抽 醋,我一般喜欢用镇姜的啊 然后呢,再加上白糖 因为里面有很多柠檬 我估计要两勺糖 多一点 哇,这一锅 然后呢,我要把刚才蒸鸡的这个汤倒进去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刚才拌好的这个 撕好的这个鸡丝放进去了 给它拌匀 哇塞,这个枸杞我们还得加一点 因为这个枸杞啊,非常的甜啊 刚从那个树上摘下来的 漂亮 最后再撒上我们一把白芝麻 这么香啊 好了,我们这个手撕盐焗鸡 就做好了 怎么样,夏天 没胃口,来上这么一盆呢 酸酸甜甜 我就是没放辣啊 你可以 没有枸杞可以改成放小米辣啊 一样好吃 最后再倒一点香油 这道菜就ok了 哇 多么营养丰富啊这个 才一条鸡腿啊 才一条鸡腿啊 我们主要吃的是菜 ok,开吃,我尝尝啊 哇塞,好吃极了 有柠檬的香气 太棒了 哇 哇 夏天真是可以的 来这么一盆啊 每天都来一盆才好啊 好了,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